球員雙雙亦步出球場 這場賽事,其實入場的觀眾並不時太多 跟以往的日本球隊參加 亞洲的兩號杯賽一樣 他們的作風基本上是沒有變的 盡量起用是新人 主力大部分人都收起的 這對名古哥伯瓊只是用一個外援而已 首先見到他第一次的攻勢 山上折野這個球 結果是斜斜了,出了界 他唯一的外援就是前鋒奧利維拉 是將下海岸的角度 這個球是斬的時候,終於失手了 中西哲生這個球是刑頂的入網 似乎藍牙的後衛也走漏了這位 名古哥伯瓊的中場球員 很明顯他在禁坤岳開始走進去接應 這個球是頂入的 1比0,主隊暫時領先 而名古哥伯瓊繼續是很猛烈的攻勢 好,看這個球就是上海岸的外援 奧利維拉傳出來中間 一堆人當中 有機會起到腳 哎呀,又是中西,日山上至亞 這個球是山上至亞 這個起腳很漂亮,左腳按射 好,看看牌包方面 李劍瓊有一個機會 去路地線 拿手好氣,招牌送出來 哎呀,譚伯瓊一頂那球 竟然丟出 如果這個球譚伯瓊頂中零零的話 因為當時搜捐完水源大樹已經跑了出來 田中孝斯就是領攻八瓶的監督 即是領隊 日本是叫做監督的 好,賽事進入下半場 又是八瓶的進攻 這個球射過來,竟然威娜 扒彈 這個球射為香港的球迷看到 都覺得很肉酸 入球的就是起鳴折雨 這個球真的難怪威娜自己都掩著臉 覺得沒什麼面子 從那個慢鏡看看 這個射過來勁就勁 但是那個球剛剛在威娜的跨下下墜 而威娜完全沒有準備之下 就真的,我想看威娜打球那麼久 輸這個球最肉酸的 看看歐海倫這個團中球 可不可以看藍華 拉成比較接近的紀錄 但是不行 李劍和再斬去遠處 鄭潮松第一時間一射 這個球入了 但是球證也判罰這個入球不算 看看慢鏡 我懷疑當時鄭潮松真的沒有越位 沒錯,平排不算越位 因為新的球例收席了之後 平排不當越位 所以這個球是誤判 是藍華吃炸糊的 有些可惜,如果2比1 相信回到香港第二回合 打,藍華應該很有機會 現在還是落後兩球 這次的拉弓不是 進了禁區,先堵住 藍華的防守球員力挺多 第一時間撞射,威娜醒了 這次醒了 剛才那個球漏了之後 但是這邊7號的球員 是在明哲者還有機會的 但是他也是卡了這個球 是不進去 漏了在後面的山上 哲者也把握不到這個機會 藍華的防球隊 山道斯一射 人牆擋出來 再一次射上去 也是被人牆第二次撞出來 優健威上去的時候 這個球手撞出來 結果他也咬殺牙筋 追回20號的後備球員 急停 左藤游界最後 由他一手插下 反擊和射門 不進之後不要緊 明古國巴勤第一回合 先勝2比0 中方的原因 譚伯士和歐偉倫這兩個 攻擊的球員都是因不同的 北京方面這場球 派出的陣容 和第一場基本上差不多 愛媛只有一個17號的奧利華 另外上一場 有球的起名鑽宇 和中西哲生這兩個球員 仍然都是在陣 其他球員老實說 很生臉口而已 都是二線的球員 藍華方面派出威娜打龍門 後方方面有優健威 陳偉超 還有鄭朝聰 顧錦輝等球員 奧拿尼打中堅 中場以上的球員 有李健和、陳志康 吳振聰 說他的習慣和位置 基本上有很大很大的出入 球賽快開始了 紅、黃、三、紅、褲 左、公、右的就是白瓶 藍、三、白、褲的就是南亞 白瓶首先發球 插了兩腳就脫腳了 這個球看見陳志康想說去 但脫脫地又被人踢了出來 又看到頭頂到右手 李健和一拿著球 又拿著大力的球 自己賺到球出界 看起來 鏡頭等過來了 現在看到七號的起鳴折雨 撇過去左手邊 出到這個球 顧錦輝頂高的球 哇,貼著門角落 很想威風 這次聰明 打穩十二分精神 就跳起來接著 一萬九千多觀眾 入場參觀賽事 駭骨二十一號的山上折 好,南華的進光 一比比陳志康 陳志康 陳志康 一比陳志康 這個球應該入了吧 宋仔竟然鬥高了這個球 這個球是整場球的最大轉捕點 如果這一球球宋仔先鬥回入 贏一比零 即是連第一回合合計 輸一球球的起勢馬上是不同了 宋仔失散了這個球 宋仔利奧讓給他射 這個球竟然間就高了 黃金幾乎都糟了 還有一次攀鏡 看看陳志康 這個球過來 宋仔利奧故意留給他 這個球 他自己一鬥就高了 未能夠首先踢南華 在這場球打開紀錄 可惜 好了,八瓶這個球不輸 大難不死,看看如何 中西截也斬到前面 顧錦輝頂出來 你見到後面勾腳 怎知是勾在別人那裡 好了,現在看到在左邊 出到球就危險了 扣回來,你又失機 最後射球的就是起鳴哲雨 又射高了這個球 這個球南華不輸也有分力運 沒錯 好了,看到定位給後 起鳴哲雨,起腳又可以 愛媛球員奧利華,起腳又可以 這個就是八瓶的教練 老實說,第二回合作 其實他也很有信心 所以他基本上用分 第一回合的人選 二手的球員 坐騰游戒 剛才犯規 拉是優健威 被球證吹罰 吳鎮宗 這個球斬回禁區頂 奧利亞,伸高著數 出來脫手的龍門 本田精智的手 最後,李健威再追上去 起腳又沒有說可以射入空門 這個球可能最後被 白瓶的防守球員 刪到球出底線 本田精智 在鄭兆忠在力壓之下 他脫了手 最後再飛過去 把李健威的球 由本田精智 本人擋出底線 那球 藍牙的那球 觀眾也紛紛替藍牙打 希望能夠在上場的極短時間之內 打開這個紀錄 好了,龍門本田精智 手隨地打出來 這邊的陳志康就拿回 扣左腳 做假動作 捉過左手邊 吳鎮宗 地球上的中路比較多 見到6號的顧錦菲飛身踩過去 但是這個球被他踩到扔扔 可惜亦有一點 就是高了 一個在幾乎 沒有可能不進的情況之下 顧錦菲將這個球是踩高了 如果加上剛才之前 鄭兆松的入球機會 藍牙在這個階段不能夠打開紀錄 實在是非常可惜的 這個球真的刮出來 刮到門前 只要撞著球撞著龍門 無論如何一定有 但是不知為何這個球 就炒高了 那真是沒辦法 仍然都沒辦法可以打開紀錄藍牙 運程似乎不足夠 藍牙三番四次 未能夠先拔頭袖 好,八瓶隊的一次進攻 這個谷口龜 就是右腳一掃 把這個球數出界 藍牙的球一扔進來 失敗截,拿不到撞 再會撞到 撞到對方球員的腳下 好 一個斜船傳過來那邊 好,這個奧利華好東西 一推大步推到底線 能不能出發 扣出來 可以,輸得了 這個幫奧利華出得漂亮 跟著這個就是左藤柔戒 他都不是射的 用掃把腳一側 這樣就側了 遠處的網側入網 1比0 左藤柔戒是替八瓶射一個球 兩回合計已經贏到3比0 看看奧利華這個球過得很精趣 過到接近底線 左腳扣地球出來 左藤柔戒用右腳掃把腳一側 左手掃把球掃到軟處的網側入網 還有一次萬鏡看 不大腳射,這個球很聰明 用掃把腳一側就側入網 南華的眾神,紅棗韓等候 都挺心急的 現在球隊連上第一回合計算 就落後0比3了 已經 那機會事實上就沒了 計算數就算是追成3比3也好 好了,現在都沒用了 因為南華作客沒有入球 他又威娜脫手,幸好是爬上 對方的中西哲生已經到了 威娜脫手,幸好是爬上 再看看 野蛇威娜一抱的時候脫手 幸好是跟手爬上 自從八瓶的第一個入球出現後 南華和一萬九千多個觀眾 都覺得好像大勢已去 因為南華在數字上要贏4球 要4球,不是3球 因為南華在主場方面 是比八瓶射入1球 要連追4球才有機會擊敗八瓶進擊 但是他們仍然很努力爭取他們的第一個入球 罰球斬去遠處 鄭兆松一個倒掛,掛在中間 被中路白鋒的守衛解圍了 但是裡面已經出現了一個混亂 轉圈落在鄭兆松的腳下 鄭兆松不知為何 今天前半段射門的腳頭 射門鞋好像不見了 這個球還沒射之前 人的重心已經滲滲滲滲滲了 這個球是奧利華想回傳回來 結果在禁錄裡面 吳鎮松的督前 被鄭兆松射高了 還沒射之前的身體已經跌在地上了 所以這個球亦是射高了 已經是第二次鄭兆松個人的黃金機會 繼續比賽 細菊龍姿把球推出來 鄭兆松很勤力 把球捋回給李劍王 李劍王給鄭兆松 讓我推出來 尼門帶個Ly3 射個強勁的地球 終於取得他第一個入球 哎呀 真的 現在這個入球 似乎離得太遲了 1比1 但是球迷都很開心 因為事實上 上半場打到這段時間 藍華可以入球的機會 不下3至4次 比這個更容易的入球機會 都把握不了 反而鄭兆松在尼門 是大概20-30馬左右 射這個球 才可以取得入球 當然球迷也覺得很欣慰 因為事實上這個球 射得真的很漂亮 龍門這個本田精緻 都真的沒得救了 實在這個球 也很刁鑽 角度有 力度也足夠 藍華追成平手 追成平手 但是計算回頭 還落下兩球球 因為第一回合 作客輸了兩球球 奧拉利奧 錯來錯去 不夠快 欸 又掉了 奧拉利奧 想拚12馬 但是球證又沒有給 事實上是沒有碰到的 接著 這個新人的確震位 左邊想出球 怎知道 匆忙之間又出了一個球 底線外面 八庭隊的守門員 本田精緻 放下一個球 看看奧拉利奧 本田精緻沒有碰他 真的沒有碰他 想拚12馬 還有一次盲鏡看 沒有碰到的 他自己 插水式 想拚12馬 拚不到 終止球證又沒有給 1比1 但是 數字上一計 藍華還要贏三球 才可以擊敗這個八庭 他們會繼續努力 鄭潮松這個頭錘頂不到 落了20號 坐騰柔家一腳下 斜傳隊友 我們一推推橫了 山上志亞想再起腳 做第二下的動作的時候 被吳震宗插出一個底線 輸國球 內田利 短國球的開闢隊友 留曬奧拉利奧 雖然打中方 國球輸的時候 也要回來 這個波特山道士 被對方拉一拉他 好像是5號的球員 西谷隆之被球證 是左王牌 由於是4號 4號的嘉藤泰銘 由於在中場 不是直接攻門的位置 所以是黃牌 如果再前一點是直接射門 一定會紅牌趕出場 南華這邊後備直這邊 就很緊張了 陳國雄等著 站起來 猛艾山類似 一個過頭的球 抖到前面 哎呀 剛剛被嘉藤泰銘 拉到 這個頭槌 怎麼超級 頂著頭 然後看到山上志亞頂過來 這邊就好了 現在看到奧利華 一刀好在威娜 醒了 出來用身擋 跟著他爬 這個奧利華 幾乎被他建功 威娜這場球就聰明了 不適得第一回合 助客的時候輸球磨彈球 看這個球 看到山上志亞頭巡 扔到他右手邊 現在趕入鏡 看到的奧利華 一扒 先扔下這個球 威娜出來 他用鞋頭一刀 誰知道威娜用身擋著 跟著抱著球 奧利華 象牙可暗的球員 好 仍然有八瓶隊的嘉藤泰銘 給他過來左手邊 跟著見到坐騰界 游界給他過來 奧利華左的船中 還不可以 又是威娜聰明的 這個球 奧利華已經到了 威娜暗速地躺下去 看見自己的隊友 受傷的關係 因此威娜把球 勾出到橫邊 山道士回來救球的時候 就掉了在這裡 看奧利華 過來中間 山道士過來救球 對方的 這個內田鯉 現在看到內田鯉射球 被威娜出來壓倒 山道士回來被一夾 就可能受傷了 現在要勞煩軍衣入牆治理 譚迫事蠢蠢欲動 但他的腳仍然還沒好 你還跟他說兩說 看看行不行 山道士抬出牆 這是暫時的 暫時抬出牆 接受吳丁南軍衣治療 另外一方面 南麻也功夫 譚特士盡量熱身 以便不需要的時候 入替 作另一個調動 岑角貝 哎呀 腿後不夠力 根底失去了 內田鯉剛才浪費了一個盲門機會 給了奧利華 再和奧利華 大家眉下眼淚 奧利華 也施展他尾遙的腳法 取得射門的位置 起腳射地球 被威娜也沒收 雖然是 八堂鎮中唯一 這個外援球員 我們那邊見到一個單刀球 這個單刀球落在 鄭紹聰的腳下 鄭紹聰終於取得 他個人的第二個入罰 追成是二比一 也要爭取時間 雖然是下半場 雖然還有兩球的距離 才可以到出戰這個階段 但是 有一個精神所在 入了球 把球撿回來 可以刺激同隊隊友的士氣 在剩下的時間 希望能夠創造一個奇蹟出來 這個球其實也是 很難利用頭罪 設定給鄭紹聰的戰進去 製造了二比一的機會 好 繼續比賽 看看怎樣 一蹲下頭頂回頭 有個優仔這個球 好 鎮鎮鎮鎮 哎呀 樓腳 慘了 吳震宗 樓腳 被對方的內田利斬過來 遲來一步 奧利華這次又是打壓不了 內田利全中這個球挺漂亮 看他斬這個球很漂亮的 軟柱落的 奧利華慢了 真是一個球位 如果早一步 右腳可以撈到那個球入網 好 難玩了 高勢 阿拉利奧不夠對方的頂 幸好撕回位了 還給回來的衝仔 鄭紹聰怎麼又咀 對啦 拉公咀 可以 借不上目標 這個球 藍華現在領先中一個球 但仍然落後一球 計算是作客輸0比2 更糟糕的是 作客自己本身沒有入球 而這個八瓶現在作客有一個入球 因為如果打和的話 說要繼續入球優惠 優仔 跟對方撞一下 優仔連球連腳都打下去 球證吹罰 好 拼球馬上很快開出 看見內田利 將球傳過來右手邊 給了起名捷御 再帶他來右手邊 漏油慘了 這個球輸了 就是輸了這個球 給奧利華射 又追成二比二的平手 這個球由南華審慧留頂 落了兩奧利華 讓他落一落順 然後起腳射 二比二 這場球只是打成平手 看看這個球斬中 顧錦輝留頂 頂不到這個球 想說追回頭也來遲一步 給奧利華把球按進網 還看顧錦輝頂不到 這個球跳的時間似乎失準 給奧利華射接了位 跟著右腳送了他入網 二比二 現在雙方在這場球打成平手 南華這個球失了之後 真正絕望 北京的球員在彼此的末段 仍然體力充沛 你看他的反擊 就在中場開始發動 中場的發電機起名捷御 給後面加藤泰銘 再送給14號的內田利轉方的右手邊 那邊也有中西哲生 哇這個球又有機會來了 又是被威娜救出 類似威娜 這叫做單刀的機會 三次 下半場救出三個 那也是 南華 不至於多失的功臣 如果威娜演出 在作下明古屋的水準 真是 這幾個球 我想都會很大機會失球 國球 來灣第一條柱 誒我危險 頂到 北京的球員頂到 內田利再頂到右手邊 擺脫了一個位 地球上進入中路 鄭兆中 兩個入球 不可以替南華取得任何的好處 左騰游是第一次不斬 第二次扣左腳 然後才斬這邊 優劍威頂出了 鄭兆中送給李劍和 山道士已經回來了 這邊這個時間應該追不到了 沒錯 5號的西高雄之 也是包到這個球 直接包到這個球 不解圍了 給了喜鳴哲魚 腳背扯右手邊 漂亮 快點 跨跨 不行了 撈出來後想救援 撞成 這個博射女箱 是龍門後面的看台 是五愛田利 這幾個年輕人在下半場 由於充沛的體力支持 所以他們越打越生 是否是很難 八勤進攻 請來這邊 看到佐藤油街 已經過了 這個博射女箱 當然不可以輸 佐藤油街 一過 就過了丘子 然後在左腳射 他取得遠處 這球 他反扣 然後右腳外側 撬球過來 然後在左腳射 威娜投降 射了 真的可以輸 一個球位 真是一個球位 佐藤游戒 南華來了,看看是否怎樣 譚伯士已經上了一陣 最後一個搏殺 但沒用,搏得幾搏來 球證已經明石了 這場比賽是2比2 今天第一回合 南華以4比2被淘泰出局 整場的統計 南華的射門比較多 可惜他們不能夠贏球 為何南華會排在奧拉利奧打中空的怪陣 紅組有這樣的解釋 因為星期一練球 少少拉到大腿間 想到今天能夠出場打 但到最後他都說不太行 因為日本隊比較矮 想到我們用高空球來攻擊 所以錄奧拉利奧打前面 對於整隊的演出 入兩球的鄭兆忠也覺得非常滿意 我覺得不是就是我 我覺得今天11個人出場表現都非常好 因為我們踢之前沒有要求過我們自己 因為只有11個球員 我們傷了Dell和歐衛倫 兩個都是很重要的在我們的球 不過我們盡量 我想最重要是令到今天的球迷沒有失望 看一場好球 我想最重要是這件事 可以看到 說今天 好球 甚至是 你是